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歡迎收看麥克報告 我們今天在麥克的Ticking廚房 今天要做一個 一邊披薩一邊的 麥克的Quesadilla 會合起來 我就叫它一個Quesa Pizza 好不好 一開始 有這些麵粉皮 這個我就是在Costco 能買得到 然後呢 Cheese 也可以用 同的Cheese 我買的這個是Cheddar和Jack的Cheese 也可以用那個Mozzarella 就是一個一般的Pizza的版的Cheese 然後那個醬 我喜歡用那個 義大利麵的番茄醬 我就是不要用那個 一般的番茄醬 跟那個香料有點不一樣 可是這個義大利麵的香料 當成那個Pizza的醬 還很好吃 然後你要Pizza上面放什麼 我買的這個辣醬 Teporoni 然後這個墨西哥辣椒 還有 上面來一些洋蔥 那你喜歡什麼Puppy 你就放在上面 開始啦 然後 先要來一張Pi 然後 一層的Cheese 然後就先Pu一Pu一層 好 然後就把第二片蓋上 好 如果只是這樣子烤的話 就是那個Cuesadilla 就是那個Mushy哥 Cheese的筆 現在我們用 義大利麵醬 這樣上面就再Pu一層的Cheese 好 接下來 就開始放這些配料 先來Pupperoni 接下來 墨西哥 辣椒 然後 辣椒 自己在家裡做這種Pizza的優點 就是你要放多少配料 就可以放多少 好 那我們現在去烤箱烤 平常就是325-350度 好 然後我用大概12分鐘 好 我們過了12分鐘 再吃 好 差不多8分鐘左右 好像可以了 所以你就要注意 那個Cheese 有融化了就可以了 然後邊邊已經有一點脆脆了 所以我把它出來 看起來就像這樣 好 好 好 你看看有沒有漂亮 你看看有沒有這冒煙 好 我們清熱的切幾片 開始 切成像Pizza 看起來不錯吧 你看我們就是 中間兩個皮裡面有起司 然後上面就塗那個 義道理麵醬 然後有 墨西哥辣椒 這個辣腸 還有洋蔥 這個 好簡單 然後好好吃 只用那個墨西哥餅的話 可能會太飽 所以這樣子 有這個起司的這一部分 好吃 嗯 嗯 嗯 那是麥克的廚房 可以吃披薩 簡單嗎 你也可以試一試 謝謝收看 如果你喜歡這個影片 按讚 分享 訂閱 還有可以追蹤我的IG HOT PIZZA 然後可以按鈴鐺 會通知你有新的影片 下次見 請記得在按鈴鐺 可以按鈴鐺 我就可以按鈴鐺 按鈴鐺 你不要按鈴鐺